好 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环节 七步之遥 选手抢达 达队减亮一盏胶片灯 达错则失去此题抢达机会 其余选手继续抢达 率先点亮七盏灯的两位选手晋级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五位突出重为的选手 从一号开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大家好 我叫崔兆青 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 西郡是文学专业 现在是第十九届研究生制教团的一员 我出生的那一年 刚好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 我热爱电影一如热爱我的生活 热爱电影带给我的每一刻非凡感受 好 谢谢小崔老师 祝你今年起的好成绩 二口全主 大家好 我叫孟昭杰 我是一名电影放映员 17岁参军入伍后 从事电影放映工作 至今已35年 我还是一位老电影收藏爱好者 您还记得您放映的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吗 放的第一部电影是宋晓英老师 当时演的叫《五炼》 和张继中一起演的 您还说您的电影收藏 对 对 今天我就给栏目组带来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这个相册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我手绘的 都是我自己创作的 都是您自己画的 对 对 在2015年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的时候 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 画了110副老电影海报 这是唐国强老师 《南海风云》是1975年拍的 76年我跟张继中老师 您和张继中老师演的 76年放映的 对 到现在已经41年了 41年了 在此我要郑重地道一句 向百年的中国电影致敬 向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致敬 这都军人风范 军人风范 3号 大家好 我叫苦科 来自湖南长沙 是广州铁路集团 长沙车电段的一名 铁路一线检车员 我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我看了30多年的电影 我的月片量有5000部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请大家期待我后面的表现 谢谢大家 你是一位铁路检车员 应该说你的年纪 也见证了中国高铁 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我参加铁路工作已经17年了 见证了中国的高铁 从无到有 从慢到快 从中国走向世界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 被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 我能够生在其中 我感到无善的光荣 好 来 我们请 四号选手 大家好 我叫孙永浩 今年27岁 现在是一名公司经理 我是从周英驰的大话西游 喜欢上电影的 原来电影待我的就是很开心很快乐 然后现在电影待我的是不断前行的动力 也是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和周星驰合作一个电影 那你们加油 好 我们到时候看 好吗 好的 谢谢 五号选手 大家好 爱那乡空伴洪水 买在强威医院乡 我的名字叫做艾薇 那今年20岁 大四就读于南京河海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 我非常喜欢电影和采访 那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自己倒一部 真正的好电影 好 来吧 让我们现成五位开始答题 大家请听题 请问一下哪位男演员没有扮演过宇航员 请抢答 三号 谷歌 B马修麦康纳 他主演过星际穿越 C乔治克隆尼 主演过地心引力 D马特达蒙 他主演过火星救援 所以没有扮演过宇航员的是A 小李子 选择A 来纳多迪卡普利奥 炫耀石打底 确实五千部片子的月片量 不是白给的 看一下证据答案 A 来纳多迪卡普利奥 回答正确 对谷歌点亮一盏胶片灯 来纳多迪卡普利奥 明明可以拼颜值 但是一定要拼演技的一位男演员 是我非常敬重的 就跟唐老师一样 人家比我强 我还注意到他演过胡佛 对 因为考验一个演员成熟 往往他最后要选择一个历史人物 就像那个刘伊斯丹尼尔 丹尼尔·优伊斯 他就要演那个林肯 Milliar Strip演那个 那个Sacher夫人 对 他们都要最后 都往历史人物上要靠 这一点我觉得他 最后拼到最后 拼到荒野猎人 那确实一看 还是吃了大苦头了 这个演员还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演员 好 谢谢唐老师的解读 谢谢 来 我们继续答题 听下一道题 各位做好准备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当中 李雪莲对王公道 说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A朋友 B亲戚 C同学 D战友 请想答 B号选手 我选择B亲戚 来 看看答案 看一下大屏幕 后家里的陈阿大 是李表秀吧 陈阿大 他老婆的娘家 是黑家物的 你知道吧 陈阿大 他老婆的妹妹 住在了齐家岸 你知道吧 我一间有一个表妹 嫁给了陈阿大 他老婆的妹妹的 婆家的一个叔伯侄子 嫩起来 咱们还是亲戚的 是B亲戚回答正确 小崔老师 点亮一盏胶片灯 我们来看下一道文字体 在电影《野草莓》的结尾中 依萨克在梦境中 望着谁使他眼眶湿润 请抢答 3号 谷歌 我们选择C 看一下正确答案 回答正确 那么我们也给谷歌 再点亮一盏胶片灯 据说这部电影的 这个镜头语言 一直为电影专业工作者 和超级影迷 所津津乐道 伯格曼这个当然是 就是现代电影史上 首屈一指的电影大师 就是他的电影呢 其实像这个《野草莓》 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 其实他的故事 看似很简单 他实际上就讲了24小时内的故事 是讲这位老教授 他去龙德大学要接受一个荣誉学位 但是在这一天过程中 他遇见不同的人 然后想起了他这一生中 遇见的很多人 经历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他在结构上是有一个 就是大量的运用闪回 然后使这个现实时空和心理时空打通 他从电影诞生之初 大家更多地认为 它是一种写实的艺术 但是在到了伯格曼这样的 现代电影导演的手中呢 就是给他赋予了更深的现代内涵 就是其中有最有代表性的一点 就是极大的拓展了 剧中人角色的心理时空 这个是伯格曼特别有代表性的一点 谢谢高山的解读 我们现在继续答题 这道题是道视频题 先一起看大屏幕 问题来了 刚才看到电影是天伦之旅 刚才看到的弗兰克 也就是罗伯特·德尼罗所扮演的主角 在仓库里看到的大卫的哪幅画 A B C D 请想答 你好 我选择D 因为我虽然这个部片子 我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记得 这个D所画的是弗兰克他的工作 正确答案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 他有自己的风格 他并不怀疑 他并不怀疑 我认为他很 special 回答正确 给一号小崔老师再点亮一盏胶片 这部电影拍在2009年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 就以前影片进行的翻拍 我们国家2015年还是哪年 也翻拍过 为什么这样一部影片 会被在不同的时间 被不同的国度反复翻拍 其实它这个电影 其实它的原文名字就叫 一切都好 它是一句意大利文 它实际上它这个故事呢 最早的一版是1990年 是在意大利的版本 那个导演叫朱塞佩托纳托雷 这个片子呢 其实就讲了一位 那个意大利的老人 他去寻找他的几个 漂泊在外的孩子们 因为这些孩子们 描述给他们的生活状态都很好 但是当他去一一寻找他们的时候 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 为什么这样一个故事 不断地翻拍 它其实我个人感觉 它表达了一种 就是现代化过程当中 很多人的那种 就是无所一棒的一种 相仇和相恋 包括这种和家乡的一种 和亲人之间的那样一种亲情 所以说这个故事 这样一个电影 不断地被翻拍 然后也翻译了一个 其实好像大家更直白 这个名字叫做天伦之旅 大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去 重新找回 人伦亲情的这样一个故事 好 谢谢高山老师 来 我们继续答题 请听题 在电影《语越物语》中 腾兵卫做了什么事情 才成为了武士 A B C D 请抢答 谷歌 这部电影我看过 我选择D 抢走了不破剑将军的手机 回答正确 谷歌再点谁要一盏胶片灯 好 我们继续听题 在电影《唐人街探》当中 秦峰来到泰国的原因是什么 请抢答 5号 我选择D 考取警校失败 回答正确 点亮一盏小片灯 恭喜 好 看下一题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 老年应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 怒斥光明的消逝 这是英国诗人 迪兰托马斯的名作 请问 这首诗在以下 哪部电影中出现过 请抢答 我选择B星际穿越 确认吗 确认 好 请看大屏幕 回答正确 也祝贺你 再点亮一盏胶片灯 来 听下面这道题 看能不能抢到 在电影《火星救援》当中 马特达蒙所扮演的男主角 马克沃特尼 利用什么给地球的人们 传递信息 请抢答 来 收手吧 我蒙一个吧 怎么还蒙一个 开张了还是蒙的呢 只是手快 最最复杂的 石榴精致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还真是C 石榴精致 点亮一盏胶片灯 回答正确 《火星救援》是最终 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 地球 这部一部影片 和我们的家庭 相恋 故乡 也有着千丝万女的联系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故事 像《火星救援》 或者刚才提到的 另外一个地心引力 都是这样 被抛弃到了外太空 没有一个比那个空间 更遥远的家乡 所以实际上 这也是这些年科技发展 科技发达之后 人们对江耀 跟自己地球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家园 这种玻璃感 那种孤独感 那种被抛弃感 可能更加强烈 其实这两个电影 在这一点上 都给大家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所以刚才那个选手说 我没有看过 其实建议他 一定要好好看看这几部 其实他表现了人类 对更巨大的孤独 那是一个完全茫茫的太空 你一个那么渺小的个体之间的 回不去的那种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 才让大家更加意识到 家园多么伟大 地球是大家共同的 好 我们五位选手继续听听 在电影《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中 《少年斯派维将妈妈的什么东西 带上了火车》 请抢答 我选择A 日记本 好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 我曾经过一段时间 我曾经过一段时间 做了一些工作 别担心 我会好吗 我会不想要你 我会不想要你 我会告诉你 我会跟你说过 你很快的 好 回答正确 给你再点亮一盏胶片呢 现在是4比3比1比1 孟大哥加油 好吗 来 大家听好题 在电影《百鸟嘲讽》当中 游天明在师父焦三爷的坟头 吹起唆呐时 看见了以下4个场景当中的 哪一个A B C D 请强大 吴天明老师的这部一作 非常感人 是这个图片里面的C 答案就是C 对吗 对 来 看看大屏幕 回答正确 欢迎二号点亮一盏胶片灯 祝贺你 刚才孟老师也谈到 这是吴天明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想问唐老师跟吴天明导演有过合作吗 没有 但是那段时间应该讲还是比较熟悉 知道他一些作品 像老景啊 像一些这样一些在国际上也获奖的 这个应该讲这是第四代导演当中 佼佼者 因为舞蹈 刚才唐古强老师讲他拍老景 其实是那个时候还带有一点对中国乡土的某种反思 文化反思 当然到这个北老嘲讽 其实是带有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祭奠当中又带有某种 希望他能够得到传承的那种弃义 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吴天明自己的艺术生命的一个象征 一个缩影 到了最终他是一个遗作 在被更多的观众所认知 其实他也用他自己的艺术生命在创造了一个作品 让大家意识到跟北老嘲讽一样 这些传统的美的东西 他不应该被大家遗忘 但是我觉得跟吴天明导演自身用自己的行为 也创造了一件艺术品 有非常大的关系 吴天明最伟大的一点是 他不仅仅作为一个导演 大家把他称为是第五代导演的伯乐 在他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期间 他扶持和推动了很多电影导演 电影摄影师 电影编剧 电影美工 一起走上电影的前沿阵地 第五代那样在《中俄影坛》刮起那么一阵飓风 他的那种新鲜的美学思维和那种新鲜的东西 是某种程度上是对吴天明导演这样的 第四代导演的美学观念是有所反驳 有所超越 有所推翻的 但是他依然选择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向吴天明导演致敬 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 第一个线索 这部电影主要是根据味道展开的 第二个线索 男主角的外公用调料交男主角天体的名字 四号 我记着看豆瓣的时候 有个平纹比较高的电影叫《香料共和国》是吗 我们看看答案 正确答案 《香料共和国》 来 给四号斯文荣浩再点亮一盏胶片灯 来 我们继续答题 在电影《地心引力》当中 女主角瑞安在失重的太空舱内漂浮时 看到一件中国观众都很熟悉的物品 请问这个物品是什么 开始想答 A 乒乓球拍 好 看一下正确答案 回答正确 点燃一盏胶片灯 下一道题是一道图片线索题 根据以下图片说出一个电影的名字 第一张图片 没有抢答的 第二张图片 吹老师 入炼师 第一张图片是因为 他跟他爸爸有小时候 在河滩边捡过一块石头 他最后帮爸爸做入炼的时候 爸爸的手里紧握着一块石头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张图片 玉驰 第四张图片 大提琴 回答正确 小吹老师再点亮一盏胶片灯 来 我们继续答题 在电影《人在窘图》当中 李成功和牛梗 去长沙一路上 没有使用过以下 哪种交通工具 开始强答 第几个答案 第驴车 没错 是第驴车 孙如浩 点亮一盏胶片灯 这个场景 是不是他们执着地要回家过年 对吧 是吧 对 回家过年 春运的 春运 讲了个春运回家的故事 在你的这个经历当中 17年的这个铁路工人的这个经历当中 对春运的印象非常深刻 跟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当时08年的那一次冰灾 因为那一次的话 基本上是所有的火车都开不出去了 我们在 当时是雪地里面捡车 我记得一脚下去 那雪都已经快到我们的膝盖了 整个城市里面 已经是停水停电 最后还是我们的内燃机车发挥的作用 把列车 顽强地拉了出去 把旅客送回了自己的家园 所以请大家 每次回家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 记得 我们这些 铁路的一线人 因为他们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 谢谢顾客 我想问问黄鹿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记得有一年 我是在国外拍戏春节的时候 在斯里兰卡 那时候斯里兰卡 还是在内战08年 然后整个剧组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其他都要么斯里兰卡人 要么是法国人 有一场戏 胶片差了五秒钟 然后导演就想要重拍 然后就耽误一些时间 所以我觉得那次是 我特别印象深 就是要赶回家过年 然后飞机大年三十晚上 好像就没有几个人在飞机上 真真是不一样的经历 我们继续答题 好 接下来是一道文字题 在电影《荒野猎人》中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饰演的角色 独自一人是如何处理伤口的 请抢答 骨科 我选择C 我要烧伤口 这是为了消炎 回答正确 为你再点亮一点胶片呢 现在5比4 比1 比3 比2 大家加油 听下面条题 在电影《青红》当中 父亲的家里 陪儿子学哪种乐器 请抢答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选A 正确答案 我们揭晓一下 一定要看过这部电影 才能回答正确 祝贺小崔老师 再点亮一盏胶片灯 其实王小帅的这个《青红》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拍了 连续拍了三部 和这个三线建设有关的片子 《青红》 《我十一》 还有闯入者 就是大家都认为 这个王小帅 他有非常深厚的 这个叫三线情节 但实际上在我的理解当中 三线某种程度上 他就是王小帅的故乡 他肯定是对他的成长的 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东西 他需要有一种影像的表达 所以他自然选择了 这些三线的题材 这个电影里面描述的 这个贵州的场序 他很多人是从上海 迁到了贵州 当改革开放之后呢 三线的这个 因为战备的需要 它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很多人 希望回到他自己 生长的那份 那个故土 在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他们希望回到上海 好 谢谢高山老师 好 接下来呢 又是一道线索题 第一个线索 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 第二个线索 电影部分场景在新疆取景 第三个线索 两个不同生活背景的男孩 矿日持久的友情与纠葛 我的答案是 追风筝的人 第四个线索 两个男孩最喜欢的玩具 是风筝 周和小崔老师 再点亮一盏胶天灯 因为我看过这部小说 而且那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为你千千万万遍 现在是六盏了 六比一 比五 比三 比二 来 我们听下一题 在电影施工中 曾帅是在什么地方认亲的 请想答 顾客 这部电影 我带来好像自己的孩子 在电影院看过 所以我选的C 来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 我是某选送 是某选送 我找你 你 好 回答正确 同样可以点一盏照片灯 现在是跟小崔老师6比6 看谁先完成 起步之遥 好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 是一道音频体 请听音乐 我看到有的选手已经哼唱这首歌曲了 请问这段音乐曾经在下列哪部电影中出现过 请抢答 我选A 当那个Yesterday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确定心目中的答案了 我选A 美国往事 来 看看大屏幕 回答正确 点一盏照片灯 率先完成 起步之遥 恭喜您 那骨科现在还差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加油 加油 下一道题 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电影的名称 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 骨科抢得好快啊你 这部电影应该是星际穿越 好 看看最终答案 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 是星际穿越 恭喜骨科 同样完成七步之遥 恭喜骨科 和我们一号的小崔老师 在七步之遥当中突围 请两位到舞台中央来 崔赵青和骨科 先后从七步之遥成功突围 痴迷电影三十年 月片量超过五千部的铁路检车员骨科 强力推荐影片 《图雅的婚事》 片中 图雅坚韧不拔的精神 给了她笑对生活的勇气 这部电影没有宏大的场面 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 但是 它以最朴实 最真诚的方式 将理智与情感 通过一种最原生态的方式 展现出来 使我们这些 常年居住在城市的人 看惯了灯红酒绿 或已成为工作奴隶的人 来说 无予以为是一次神圣的灵魂洗礼 影片的背景 设置在内蒙古日渐干旱的草棉上 图雅的丈夫巴特尔因为打紧 不信双腿残疾 身后的重担 全部压在图雅一个人身上 日系月累 图雅患上了腰椎前盘读书 巴特尔不愿再拖累图雅 以死相逼提出离婚 而图雅坚持自己再婚的条件就是 新丈夫必须和自己一起供养巴特尔 你们还离婚干什么 我再找个男的跟我一块养活巴特尔 那个男人能同意吗 愿意吗 反正谁跟我养活巴特尔 我就嫁给谁 一个女人在草原极度缺水的状态下 那种坚持执着 无不展现的人性的善良 与母性的光辉 整部电影采用了倒序的叙事方法 在影片的开头婚礼上 图雅望着自己的儿子 与新丈夫的孩子大打出手 听到的都是那些 感到难以路而不堪的话 禁不住地煽然内向 图雅心中的痛苦 第一次爆发了出来 透过镜头 我们不难看见 镜头中的图雅 就像荒漠中的一株仙人掌 开着美丽的花 坚强地活着 人的一生中 哪会没有碰到过困难 在困难面前 只要你坚强 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 所以 我也在这里强烈推荐大家 静下心来 好好地欣赏这部电影 图雅的婚事 谢谢大家 远赴四川遗族 大梁山支教的 美丽英语老师崔赵青 分享了和她的支教经历 有着相同感悟的影片 走出非洲 提起这部片子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 但你肯定在一些 唯美的片乱剪辑当中 看到过她的身影 雄浑壮阔的落日 连接成片的咖啡林 篝火旁 鸟挪的身姿 一切都是那种的优雅从容 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开始 又在婉转的歌声当中结束 在影片当中 讲述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富家女 为了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 而离开故乡 远嫁东飞的故事 而婚后的生活 让凯伦并没有感到快乐 凯伦与丈夫 共同经营着 一家咖啡庄园 而丈夫却经常地离开凯伦 四处奔波 凯伦也清楚 丈夫在寻找新欢 但凯伦忘却这些不愉快 将一门心思 铺在庄园的经营上面 但是命运之神 却没有放过凯伦 一场大火 夺去了他设为生命的 全部家当 但这场大火 将他的物质贪欲 燃烧个金光 从此以后 凯伦便踏上了 回往故乡的土地 悠扬的音乐声中 再次回忆 想起那些 让他魂牵梦绕的人们 就像我刚踏入 大梁山支教的时候 我一心想着 改变这些人们 改变我学生成就的观念 让我的学生走出大山 但时至今日 我却发现 很多时候 是我的学生在教育我 给了我爱 记忆犹深的是 在我第一次上公开课的时候 因为感冒肢气管发炎 咳嗽到一度 不能把课进行下去 我的学生鼓励我 崔老师没关系的 我们相信你 就像凯伦收获的 那些深厚的友谊一样 在梁山 我也感受到了 孩子们带给我的爱 就让我们跟随着凯伦 走进非洲 享受那灵魂的片刻自由 作为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是个搞演员的 我是非常喜欢 走出非洲这两个演员 一个是Middle Strip 一个是Robert Ray Ford 这两个演员都是非常好的演员 而且他的整个心理的脉络 他的一些细节 表现得非常到位 他为什么叫走出非洲 开始我说 好像应该是走进非洲吧 后来我觉得 因为他毕竟是根据 一个自传体的小说 改变过来的 他既有一种眷恋 由于开始讲的 他是以虚荣进的非洲 要找到这样一个 伯爵的丈夫 那么后来 他在这样一个心理环境下 如何适应 如何去感受 如何揭示了一个 他心中向往的一个人 而这两个人 这种感情 最后由于飞机失事 又成了一种 说不清的一种情感 好像人生 他很多事情 是不能像自己想象的 那么圆满 我更喜欢这部影片 他没有直接告诉你 这个什么一个答案 他的很多删接号 让你去思索 让慢慢去品味 一个人心灵的过程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 走出非洲 谢谢唐国强老师 走出非洲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三毛他最爱的片子 我觉得我们都是 特别追求自由的女性 这部片子的精神 我觉得也是关于女性 追求自由 关于爱 然后为爱可以远走他乡 这个精神 其实一直都激励着我 如果当初不是喜欢三毛 不是喜欢电影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 就是走到今天这一部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 然后关于骨科的话 你说的那个图雅的婚事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 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能感觉到你 对这个电影 特别深刻的喜爱 还有包括你本身的职业 我觉得特别为你们骄傲 谢谢 好 谢谢 我也曾经在四川大连山 做过两年的支教 已经回来差不多七年了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故乡 我相信你现在 还在那里生活 但是总有一天 你会回到你的故乡 我想说的是 等你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你再回想起 你曾经生活过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那里真的是 你第二个故乡 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收到了我支教的地方 给我寄来的 他们自己种的核桃 那我想这么多年 我没有忘记他们 他们也没有忘记我 像你今天穿的这身 有他们民族特色的衣服 当我做支教的时候 我也买了一套 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 所以我觉得 故乡的话题 不应该仅仅局限在 是你出生的地方 很可能是在你一生中 留下一个很深刻烙印的地方 我也祝你 接下来取得好的成绩 谢谢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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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